菩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修戒定而来的 所以学佛不能不持戒 持戒要懂得 从什么地方开始 慢慢把它养成习惯 持戒就有落去 不会感到困难 一定要从弟子归一下受 我们常说的乳舌道三个根 如果不用乳根道 那你就得用小沉浸 小沉浸很多 很法 没有乳根道那么样的简单 你看儒家的弟子归 总共只有一千零八十个字 道家讲的感应品 总共讲了 一百九十五座字归 不得我 用这做基础 修实现一道就不难了 那我们乳根道三个根 都有了 然后若佛门 受持三规五戒 沙弥利 轻而易举 一点都不困难 所以菩萨的智慧 是从界定慧来的 这个慧 是从定 就是自信 本具的智慧 不是从外头来的 啊 外面来学来的 是知识 不是智慧 光学多文 是知识 从界定里面 修得的是智慧 不一样 啊 智慧是自信本有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啊 所以得智慧 他才能在意念中 这一念 弥勒菩萨所说的 啊 一坛指 有三十二亿 百千年 这里头第一年 能信如来 只失列无为 失列无为是德 成等正觉是相 得相 这个地区的众生 语言成熟了 应该以福的身份得度 菩萨就现佛神 啊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家伙 无障碍啊 无障碍啊 没有障碍啊 我会有的 是尽管或是有